竊聽風雲四肢,曾主席被竊聽 過去一個星期,大家見盡政壇醜陋一面 WhatsApp事件更令曾主席中立形象一波清袋 但沒有最醜,只有更醜 AM730報道說,從可靠渠道知道 曾主席三年前說,會考慮參選特首時 他Office被人裝偷聽器 他向AM730證實,當時助理買過防洩聽器 查過似有反應,不過曾主席不肯講詳情 報道說,被裝偷聽器的地方,包括保安心嚴 曾主席經常見客的立法會一樓主席辦公室 和六樓議員辦公室 他又透露當年有人告訴他 在他西貢家外,發現海宜車輛長期拍攝 傳媒問我為何當時不報警 這段時間都過了,我才知道 而且只憑這樣說,警方不理你了 至於偷聽器就找不到 幾天後再用儀器檢查都沒有再響 他說街頭買的儀器不專業 所謂竊聽沒有實質威脅 即是當茶餘飯後的趣事 又認為不應跟今次WhatsApp事件問為一談 又想生動極勢 又再製造新聞去造成家長,他都是受害人 曾主席說,就算找專家檢查完 人家有心裝都可以再裝過 立法會秘書處會研究跟進 如果要防,都要有周長計劃